好 回到星期二得道的第五節 這個也是特別節目的靈異 第二集的特別節目 我們講回上次我們講魏仗南北朝的淺談 因為真的很簡單、很片面地講一講 就是說你想深入一點點 再探討一下 因為其實進朝開頭幾十年的歷史 其實十分之重要 因為他奠定了之後中國如何衰落下去 以及二百八十年的分裂和戰亂 所以我們要從一個進朝開始講回頭 為什麼要講回進朝呢 就是叫做司馬嚴散毅之後 做了皇帝之後 其實進朝 由他來講 他已經是一個三世祖 因為司馬懷當是白手卿家 司馬超已經是二世祖 司馬超散毅 大家有讀歷史都知道 其實司馬超沒有正式散毅 他就逼曹髒 不是逼曹髒 我說錯了 首先他當時司馬超的年代 就消滅了蜀國 不是 消滅了蜀國 然後就聘請了劉蟬 去許昌 還是駱洋 好似是 然後就問他 你乖不乖乖熟 然後得到的答案就叫做 今天樂不思熟 那樂不思熟就是回來了 因為這麼好玩 怎麼會再掛念 他由司馬超滅了蜀國 之後 他都沒有當皇帝 直到兒子司馬嚴 才忍不住 反正都是我當皇帝 現在連皇帝都不讓你做 就滅了魏 就建立這個盡朝 由司馬嚴開始 他本身是一個三世祖出身 香港大家看過二世祖的嘴臉 你想想三世祖會有什麼嘴臉 當然除了不知民間窒虎 生活腐敗之外 其實都沒有什麼建樹 你想想 不會有什麼好東西做了出來 那到他傳給兒子 就更加嚴重 因為一定要說的話 大家都會說一個典故 因為一到那些人出現飢荒 那些人就會說法國的瑪麗王后 為什麼不吃蛋糕會餓死 中國最出名的就是 何不勝玉眉 是吧 就是俊為帝 其實大家都可能會覺得 這個皇帝這麼糟糕 問這些東西 真的不知道民間疾虎 他真的不知道 他是弱智的 為什麼弱智呢 如果不是一個正常 即是新智成熟的人 照計見到這個老婆 都不會 一定會抗拒的 他就不懂得分辨 對於美的感覺 應該是不懂得分辨的 他的智商可能不會超過十歲 可能都是幾歲的智商 覺得沒有問題 他的老婆叫賈南風 就是權臣賈聰的女兒 他們的婚事 全部都是由那些 即是皇宮貴族 那些權臣的子女 通常就是女兒 嫁入去做皇后的 當時賈聰的權力也很大 就把賈南風嫁給他 我們當時講了一個典故 上一集我們講了一個典故 就是叫做 醜婦終須見嫁用 那這個賈南風究竟是多醜呢 根據歷史書的記載 這個賈南風身高只有141公分 你說大了兩公分 可能是差不多 這個是藥膜數來的 不過以前也不算是矮的 女人 以前的營養不太好 可能真的不太矮 不知道 歷史書是這樣記載 藥膜是141cm 他那個叫做 你跟141有些淵源 那就是這麼巧 另外他的膚色天生很黑 黑得很厲害 當時你知道中國 尤其是魏晉南北朝時代 那些人是 男人都塗粉的 又瘦 即是先鋒度骨 然後又塗粉 又去講清談 那些東西 當時是崇尚恩挑鬼命的 到唐朝才是崇尚肥的 當時是崇尚修的 而且是白的 那他老婆 即是這個賈南風 又黑又矮 加上面有一塊很大的胎痣 胎痣還有毛的 那變了很明顯 你不會覺得是 個人主觀覺得的醜婦 是一個普世價值來講 都認為是一個醜婦的代表 但是這個醜婦 當時都是 怎麼說 有很多出位的事情 由 這個叫做 進衛帝叫司馬聰 做皇帝開始 第二任皇帝 即是真正的 是的 進的第二任 因為司馬賢沒有多久死了 然後到司馬聰繼位 這個叫衛帝 不是不是不是這個叫做衛帝 那麼 就 做了皇帝之後 頭那幾年 就他老婆專政的 差不多 因為他是低低的 即是好像現在那個 叫做無新宇那樣 絕對是好像無新宇那樣 低低的 所以他 除了問大臣 為什麼那些機民不吃肉 何不吃肉味之外 另外還有一個 非常出名的典故 就是他看到青蛙在叫 他很好奇 就問大臣 那這隻青蛙在叫 其實他是自己想叫 還是有人叫他在叫 他不明白 所以他就問大臣 可以充分反映 即是這個是一個反正 證明他的智力 我想應該會低於無新宇 一點 無新宇是什麼 那些課釋大家都明白 因為這個皇帝 其實做了很久 做了十八年 這個位帝 是很長的 他做了十八年皇帝 有九個年號 年號的更換 是歷史上第二最多的 因為最多的那個 叫武則天 十六年換了十五個年號 基本上是年年換的 所以這個位帝是排第二的 如果說更換年號 因為我們上一集也說過 中國歷史是去到 明朝才有固定年號的一個皇帝 譬如說 朱元璋叫洪武 之後叫永樂 這個皇帝 到死那一刻 都是用過年號 但是 在之前的中國歷史 是兩年 兩三年就換一次 所以我也會混亂了 開元和精冠 因為唐太宗精冠 都是用了一段時間 之後又改的 還有一個很奇怪的 就是 我是考據 當時我會說錯了開元之治 因為 唐太宗的時代 原來已經是駐開元通寶 即是 他開元通寶 是用了很長時間 幾個皇帝 都是在用開元通寶 天堡反而好像沒有駐前 有駐多很短時間 因為天堡開始亂 天堡開始亂 天堡十四年就是安史之亂 即是說 可能那個年號 或者那個 那個 駐弊的老禮 就用開了 但是 一般皇帝 都是幾年駐一次年號 我們看回 他由開始 司馬聰做了皇帝之後 這個賈後 就亂來 首先 就是引入 那些 外戚 不是 消滅 因為他當時有一個外戚 是姓楊的外戚 就是龍拳的 那他就請了那些 同姓王 即是姓司馬那些 就請了他進去 想消滅那些人 之後就發生了八王之亂 就是持續了十六年 因為你引入了一些人 又有另外一些人想奪權 去到殺到最後 由這個叫做趙王倫 就入境殺了其他那些 就 基本上就廢了那個 衛帝 就專門做太上皇 這個也是歷史上 剛才我所說的一件事 叫做膠棒給上一代 為什麼 因為這個趙王倫 是 這個衛帝的宿公 宿公 不是 中國歷史很多 好像武則天一樣 兒子又把膠棒交給武則天 很多都 不是 他早過先 他早過武則天 歷史上 應該是第一個 叫膠棒給上一代的人 他是膠棒給上兩代 即是 好像 將來 你見到那個 應該是 類似本文前 即是我們說回 吐飯入 類似交給陳文 不是啦 本文前 原來那個叫做 梁天琦可能退休 比下面那個更年輕的 2004年出生的 做發言人 原來他喜歡 又交給陳文 交給上兩代 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個比較 在歷史上比較有趣 因為他 趙王倫做皇帝 竟然奉這個衛帝 做做太上皇 即是他一個宿公要做皇帝 所以就把他低他兩代的衛帝 奉位太上皇 其實就是假空他想奪權 後來解決了 就堆倒了這個 這個叫做賈男豐 即是賈侯 講回賈侯 其實他這十年 差不多九年至十年 做皇后這九年至十年 是做了很多壞事 其實最出名的 是他那個性慾很強 那衛帝因為弱智的關係 就不是很 我想未必滿足到他 可能都不懂 那他呢 史書有記載 他有在外面 即是派那些叫做 羽林軍 派那些中林海保鑣 出去 是當街露檢一些 叫做 叫做美男 就是有帥仔在街邊 現在叫做小鮮肉 現在叫做小鮮肉 專門在街上 就捉小鮮肉回去淫亂 事後就好像黑蜘蛛一樣 就殺了他 那是持續了很長時間 另外牽涉到 就一個人 是古代來說 是中國第一美男 潘岳 那時候潘岳就是一個文學家 人稱潘安 就是中國第一美男子 就是牽涉到同一個假後 因為他是全力支持假後的 因為假後當政 可能見到他有幾分知識 就寵限他 但是有沒有跟他發生關係 就不知道 歷史報這些東西 記載不到下來 我們只知道他跟他有勾結 所以潘安是治安人 但是人家就說他不仁 因為勾結假後 所以就不叫潘安人 叫潘安 因為他原名叫潘岳 那字是安人 所以潘安這個名字 也是因為他勾結了假後 所以別人覺得他是不仁的人 所以就沒有了人字 那這個就是 要有些有趣一點的 歷史有趣一點的東西 說回八王之亂之後 他那個叫做 那些 內姓王 就是發生了這麼多的內亂 令到西進這個元氣大傷 那元氣大傷之後 他們為了要 就是怕那些群臣割據 就會 剪掉那些邊防的預算 會減很多人手 因為怕別人作亂 他只是相信那些內姓王 就是相信司馬那些中心 變成了地方 就沒有什麼 怎麼說 類似北宋那種強幹弱之 就是中央會高度集權 但是地方的軍力和實力 是不夠的 所以一到那些胡人 一來的時候 一來襲 就根本沒有能力去抵禦 所以幾乎 就動一下就散了 那些 所以胡人 不斷聚居的時候 就發生了很多那些衝突 那些民族衝突 形成之後的五胡亂華 所以 這個叫做 衛帝這十八年 可以說是一個 就是 進朝 走向衰落的一個轉捩點 西進計 其實西進也沒有好過 他老爸做皇帝 其實也沒有好過 由他做兒子開始 也是一日衰過一日 真是一代不如一代的西進 那他死了之後 就到了他弟弟 因為他智利有問題 九成不九不識博爺的 所以就由他弟弟 就登位做皇帝 就是衛帝 衛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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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加五年 又發生永加之亂 又亂過 即是 沒什麼好事發生的了 你想想八王之亂有十六年 他做了皇帝四十八年 就亂了十六年 然後又傳給弟弟 也幾年而已 又再亂過 所以西進這幾十年歷史 其實也沒有什麼好事發生過 然後 去到公元三零四年 兇奴人流淵 就當皇帝 清皇 因為當時那些胡人 很多時候就喜歡改姓 漢人姓 第一首選就是姓林 第二個就是姓李 李比較好奇 因為有唐朝 所以那些人喜歡改姓李 一是就姓楊 很多姓楊 很多都是外遭你的 原來當時 所以 因為剛才所說 那個權臣也是姓楊 叫楊俊 就是 衛帝時候的權臣 然後我們說回 因為八王之亂之後 晉失元氣大傷了 老實說 因為國家衰亡 一定會加到很多天災和戰亂 如果你看回歷史 每逢天災 其實是官員發財的好時機 沒錯 因為要震災 剛剛狼牙棒也有說 你一震災的時候 有三成錢到災民手上 已經很好 其他就是皇宮大臣 就是貪污的時候 每逢出現一災的時候 你貪污了之後 你還可以誣他 說他太大貪 太大上頭 拿了些東西 都還嫌不夠皮 說他貪得無厭 又派兵去剿滅他 當時西進也經常發生旱災 黃河流域經常發生旱災 所以 也形成了 那裏 胡人也乘機搞事 你一個叫來幽和外患的時候 經濟一定不好 民生一定不好 所以就會發生這麼多的亂局 大匪你有沒有什麼補充 其實我真的喜歡讀歷史 但是我對這段歷史的印象不高 譬如你說讀唐宋歷史 明、清、清 我可以的 但是這些歷史太亂 那個紀念號 我小時候讀中國的時候 很複雜 我經常背中國歷史 我們要寫大事年表 我一寫這些我就已經投行 其實真的 每一段歷史很短 還有人物太多 其實就很難記 我其實現在就很用心地聽你說的 因為剛才說回 你阿俊朝 其實一開國之後 都沒有好事 因為開國那個 那個叫做 武帝 其實都是一個三勢組 變成他那個家族 他接觸的人 和他所用的官員 全部都是由貴族出身的 他們基本上民間疾苦 不要說一定不知道 就算外面的人怎麼腐發 司馬彥也不知道 他們整個統治集團 全部都是貴族 一班貴族組成 等於法國大革命一樣 全部都是貴族 你當然不知道外面的人怎麼腐發 所以西進 由開國那一刻 其實已經是一個 根基已經不穩 因為他一來都不是靠打回來的 靠散衛回來的 他的那個 所有的權力 都是由兩代累積下來的 他是三勢組 其實如果以我們 中國人的傳統 其實呢 明不正則 言不順 其實 由魏開始已經是這樣 因為 最主要就是 你本身是散衛回來的 你不是打回來 打回來又不同 因為我強大 我打回來 我根基穩固了 但是你散衛就不同 是你只不過欺負他弱小的時候 你就散了皇位 就將他的皇位繼承了 其實散衛呢 通常都是欺負一些孤義寡婦的啦 如果不是那些皇帝年幼 就不會被你權臣當道啦 那中國特別多 要是外戚 要是還官 要是權臣 那權臣 都是出自外戚或者還官 當然還官少一點 通常都是外戚 或者那些叫做宗室啦 或者那些叫做宗室啦 其實是因為皇帝死得早 是啦 皇帝死得早 年幼 那你才能夠外戚 當然也有一個例外 就是皇帝做了48年 還會老毛 懂得老毛 就是講回那個叫做宗 那個蕭顯 講回蕭顯 因為他做了48年皇帝 最後是餓死的 因為他不懂得用人 因為他用反骨仔 到時候就被反骨仔打倒他 當然有時候跟香港有些公司 或者組織團體都非常之相似 到最後就是給他的反骨 也是姓侯的 我記得蕭先生拍過那套上海皇帝 有個反骨仔叫做侯妃 這些人老實說真的不用得 一用 他就是在你身邊放炸彈的人 那你出多少最新消息都沒有用 那我們講回西進歷史 因為看完 其實最好看的我覺得是衛帝 因為他很多生悲 他起碼會問你何不吃肉眉 然後他有個出淚拔碎的老婆 老婆又會到處老劫美少年 回去校宮入獄 這件事其實都超出了我們一般人 其實讀歷史 你一般先生一定不教的 絕對不會跟你講 其實也等於魏晉南北朝的混亂 其實等於我們民國那幾十年 其實就是很亂 其實民國沒有那麼亂 相比民國真的沒有那麼亂 民國反而 他的學術氣氛不錯 因為民國起碼 就算北洋政府很尊重民人 因為他已經有了報紙 輿論有監督是有作用的 那些報紙的輿論一說 他們是會害怕的 甚至乎你想想想 為什麼叫做袁世凱做皇帝 一輩子都想做皇帝 但是要做這麼多事情 因為有輿論監督 他是要找一萬多兩萬人寫信 勸他做皇帝 他都請辭 就是一路推了很多次 哎呀我沒辦法再推了 這個國家沒有我不行 有輿論監督 當時西進不要說輿論 哪裡有這些事情發生的 是不是皇帝說了事情 所有的華語權掌握在皇帝 和大族那些貴族手上 所以呢 你是不可能發生那些 就是怎麼說 好像跟民國一些是不能相比的 加上民國的時代 其實中國已經開始開放了 當然還未到現在這樣 現在坦白說 比起民國時代更加封閉 當時辦報是不會由黨辦的 當時北洋政府是允許你辦報 教書 對於讀書人的地位很高 1919年五四運動 蔡元培 就是你拉了幾十個學生 蔡元培出面 北洋政府都要放任 你現在不用放任 直接進去大學捉人 用泰克車輪 你想想 現在的社會風氣 是比北洋時代更差 你看回我們 插開一點點 你有一部電影叫做 建黨惠業 就是在講老毛 在開一帶 被北洋政府怎麼壓迫 當時你們還可以引誼 還可以出生青年 還可以通過喉舌 新華日報 大公報 在唱國民黨 怎樣衰 講很多全部都造謠 當時說新四軍 滿南事變 全部都是假的 當時國民黨都沒有找軍隊 消滅了產平你的《新華日報》 你想想 當時是不是氣氛好過現在很多 當然 當時你說的氣氛 甚至乎比現在更開放 我可以說現在的中國 是連清朝都不如的 清朝辦報政府都不理 因為當時他可能不知道 因為他在他的印象 在他認知當中 他不知道報紙的殺傷力這麼大 因為中國的統治者 從來都是防民之口甚於防村 民心很多時候是靠一個謠言 每一個皇帝做皇帝之前 好像現在法輪功 出過說 在不知道哪裡找到石碑 寫著中國共產黨亡 每一個朝代都在做這些事情 你一個皇帝想做皇帝 然後又說在哪裡發現一個隕石 上面刻著那個什麼字 就是要在水中行 蕭顯要做皇帝就寫著水中行 這些民謠周圍是唱出來的 到李淵想做皇帝 要反除 也是一樣的 揚花樂、李花開 周圍唱歌 找小孩子在那裡唱歌 跟現在熱血公民做的事情一模一樣 他們都是在宣傳的渠道 當時你看回 他的宣傳基本上掌握在皇帝那裡 誰一吵就殺了 全部捉回來 所以沒有李廣的問題出現 我們看那個叫做 他當時因為 其實進朝一立國之後 就會叫做什麼 進去州郡的兵 因為他怕皇根之亂之後 三國之後就是皇根之亂的 就是因為各地的兵 不斷加入皇根 令皇根越來越壯大 所以他就為了防止這件事 就把所有州郡的兵縮減 縮減到五十一百人 就是差不多 就是對保安隊的 等於請了五十個看僵 守住一座城 那怎可以啊 人家一來一來犯 就立即整個城潛毀了 所以這件事對他之後是非常之不利的 而且也是叫做 叫做 叫做 分軍背出 加上那麽多的亂政 再加上胡人 變成西進是很快敗亡的 那我們呢 就是現在叫做回顧一下 那接下來我們都會回顧一下 這個叫做 慢慢說回東進 因為東進好像精彩些 起碼有一個精彩些的 叫做扶水之戰 那 那 是不是差不多時間了 還有五分鐘 不過讓我說幾句 好啊 其實呢 其實呢 好像現在他們這種朝代的更替 還有呢 複亡的時候呢 其實呢 和秦朝呢 秦二世 是 複亡的 其實呢 每一個呢 那個大致都是這麽上下的 就是那個pattern很相似 很相似 很相似 因為都是 民怨 民怨 散了 跟著就同室操歌 跟著就 但是變成了 就是 我們現在還說 當這是中國歷史 中國人呢 去到這個 西進呢 到後來 都還說中國人 到滅亡的時候呢 其實 其實 重複又重複 又重複 因為以前呢 叫散役呢 是一個很大的罪來的嘛 謀朝散衛 是不是 那到他們呢 由曹丕開始做起呢 即是開了一個先河 有了一個先禮呢 然後曹丕也散漢 個個都散了 你不散我散 是不是 所以呢 當時那個政治氣候呢 又好像 沒有人去批評這件事 所以呢 那個思想呢 相對開放的 其實不是的 其實思想所謂 相對開放呢 其實呢 由南北朝 即是之前 其實包括漢朝在內 對於軍權 即是皇帝 其實相對來說 是不是真的 我現在清朝 或者明朝以後 對皇帝那種尊崇 你可以看 可以 因為其實呢 宋朝之後 因為宋朝之後 他看到之前那個五湖十六國 跟著南北朝 跟著再加上五代十國呢 全部都是軍閥控制的 所以呢 他就有杯酒式兵權 變成呢 全部都是集中在皇帝那裡 皇帝的權力是代表了一切 那地方那個勢力就弱一點了 其實朱澤上有地方勢力 現在你譬如你宋朝都不是 其實呢 譬如你春秋戰國 其實沒有忠不忠 忠就是你孔子說的 你這裡不重要 我走一個隔離 是不是 沒有蘇秦張儀 但是問題就是 你即使秦得天下 是不是 秦始皇一死 太監已經出來了 所有人 跟著廢太子 秦二世上台 即是 對皇帝的尊重 其實真的不是我們心目中所想的 其實你說歷朝也是 其實歷朝都不會有機會有百分百尊重皇帝 一有機會 那些人就想謀反 不過是你皇帝是否鎮得住 那意思 因為你那個說真的 做皇帝 因為中國當時 等於跟做神師沒有分別 所以你一定是個個都想去做的 問題就是有沒有本事 當皇帝有權力鎮壓的時候 你就對他公公認為 因為由秦朝開始 我歷史知識的 就是逐陸中原 大家問頂中原 他們有這句誠語 其實呢 在明代以前 就是我自己的看法 其實對皇權 不是心目中所說的 你講的是另一個問題 因為如果你講皇權 即是皇帝那個 明清開始 將皇帝的至尊無上 推到最高 因為以前的大臣 一般都不會當庭侮辱 或者打大臣 是去到明太祖開始 當時就會停仗 那些大臣造塞 當庭就打幾多十大板 很多官當場打死 那清朝就更加 皇帝呢 所有人稱自己為小人奴才 基本上呢 叫做微臣下官都少 全部都是叫做奴才 變成皇帝的權力 基本上升到最高層次 所以我說秦以前 就是對皇權這件事 就是秦始皇統一天下 但實際上呢 真的 但是真的 對皇權的尊重 都是不夠的 因為時間問題嘛 因為呢 春秋戰國呢 從來都沒有皇帝 因為當時是諸王 諸侯來的 其實諸是諸侯 一個國王 等於歐洲的國王 他那個地位呢 都沒有十分高 因為他的國王呢 好像現在是CEO 要競爭的嘛 他要去 他想 譬如說齊國 想和楚國競爭 想和秦國競爭 想和進國競爭 他要去吸引人才 他反過來 他要求人 他要求人 要禮而下肆 要禮而下肆 如果不然怎麼會有孟常君 食客三千呢 就是他有這個需要 但是他的秦始皇時代呢 因為統一了 由一個諸侯 變成一個皇帝的時候呢 他們那個過度期未適應了 只能夠說 那個過度期未適應了 去到叫做漢初 其實劉邦之後 成立了漢朝之後呢 他當初也是走回封建制的 不斷封回諸侯 到處都有皇 直到漢武帝 直到漢武帝了 就讀 絕伯家就讀獨尊儒術 因為儒家呢 他找了董仲書出來 幫他重新設計 令到漢武帝 令到儒家原來只是中軍愛國 中國軍就是皇帝 以後呢 就只是令到有效統治 所以漢之後呢 基本上那些 諸子百家九六十家就沒有了 就只剩餘術 因為呢 他是方便統治而已 就是 後期滿洲人 為什麼不讓你拜岳王 岳飛 就叫你改拜關公呢 因為跟他民族沒有衝突嘛 你拜岳王 即是要滅金 是不是 但是岳飛不同 岳飛叫做漢獸廷侯 追風做漢獸廷侯 但是岳飛 即是你說關公 他只是一個 幾個國家裡面的內戰 一個將領而已 是不是 為什麼要這麼尊崇他呢 有政治考慮 是不是 喂 這節時間已經又差不多了 喂 下一節我再準備其他的資料 有網友會問呢 因為其實我最喜歡 我最想說 其實是想說回呢 是延安 關於中共在延安那段時間的歷史 因為這段歷史呢 坦白說 比起南北朝更加少人理 更加少人知道 這段是 可以說中共最髒髒的歷史之一 可以殘酷程度 可以和反右 縮AB團和文革有得揮 所以 我在這裡不斷介紹一點點 為什麼要說這段歷史呢 在1942年 中國還是陷於日本仔的鐵堤之下 你共產黨 這麼有空 在延安搞整風運動 為什麼要整風呢 因為在上面生活太好 太腐敗 所以有個年輕人 叫做王實美 不懂得死的年輕人 叫王實美 寫了一本書叫野百合花 就是批評當時共產黨的幹部 一分三等 食分五味 穿衣服 原來分你的人的等級 食物也是 分回等級 高級一點的人 領導是吃好的 慢慢開派對 交換性伴侶 所以他專門 從上海 從北京來的女大學生 就擒咎那些女大學生 吃掉了那些女生 男學生來什麼都不能做 然後他們就吵了 一吵起來 毛澤東就說這些是毒草 這些是失足 這些是國民黨特務 他要搞一個叫做搶救失足者運動 壞的人失足 即是思想想歪了 我要搶救他 怎樣搶救 就是用嚴刑 敲問的去搶救 最後是逼供 逼死了一萬人 他們逼供的方法 是比起日本人更加殘忍的 是用盡了所有紅營去逼供 強硬要逼你承認是國民黨特務 為什麼你在上海有書 不動意就走來延安 是屈打成招 殺了很多人 王實味最後是用斧頭劈死 因為要省子彈 所以這段歷史 我一定要抽一天出來 是要故意說 可能一節說不完 是要故意說 這段是一段十分之黑暗的歷史 也是中共我敢說 是老毛對付讀書人 和淺踏中華文化的三部曲 第一部 第二部叫反右 第三部叫文革 它可以說是文革的前轉 所以這段歷史是十分之重要的 今天時間節目差不多了 我們下一集 下星期回來再見 拜拜